用面条换的 有一个人去饭馆吃饭 他先要了一碗面条 过了一会儿 服务员给他端来了一碗面条 可是他说 他又不想吃面条了 想吃包子 于是服务员给他换成了包子 可是他吃完包子以后 擦了擦嘴 没有给钱就想走 服务员马上叫住他 先生 您是不是忘了交钱了 交钱 交什么钱 这个人说 您吃的包子还没交钱呢 包子 我的包子是用面条换的呀 那您的面条还没交钱呢 面条 那碗面条我吃了吗 没吃你为什么让我交钱呢 说完 他大摇大摆的走了 听后 简述故事的主要内容 我会笑着和你干了最后这一杯 不说再见 我会发生了最后 你会发生的感觉 你会发生了最后 自然的美食 你会发生的感觉 你会发生的优优独播